喜好烹食老虎挠水的忽颜挠挠皱了皱眉 身材在诸多初属假释中最是矮小的幽州富将 没有望向那个自投罗网的目盲女琴师 而是伸手指了指那栋吊脚楼的美人靠 然后点熊处就看到一团销瘦矮小如志同的黑影猛然窜出 裹鞋走了晕厥过去的西蜀太子 沿着美人靠栏杆一路狂奔 在就要跃出吊脚楼之时 忽颜挠挠丢制出的那柄鼠刀钉入一根狼柱 刀柄瞬间没入不见 扛着苏苏的那道黑影身躯在前冲中扭曲出一个畸形姿势 堪堪躲过忽颜挠挠的飞刀 带着苏苏直接撞断栏杆 冲入楼外高空 一瞬间 卢生场上展开一波颇雨一般的弩箭机射 目盲琴师薛颂关脑袋微微倾斜 碾动一根琴弦 好似调校音色 那些是大力尘的几十根弩箭当空碎裂 然后女琴师为止弯曲 勾起那根生重而尊的第一弦 琴弦拉出一个充满美感的弧度 却始终没有落下 与此同时 他左手母狠狠只剥划其余六弦 驸马爷傅涛和南唐就公子王蒋武同时跨出一步 各自劈出一刀 刀口出现无数道密密麻麻的细微裂缝 薛颂关依旧低头 那勾弦的弯曲手指猛然伸直 绷紧的那抹弦弧盾时弹回 女琴师右手缩回抖袖 往下一拍所有弦面 整座铺满鹅卵石的卢生长以她为原心 地面开始向外迅速军裂开来 初属假释中以忽言恼恼为先锋 唯一一个不退反进 这名手中以无刀的矮小武将低头弯腰 直接抽出了点熊处的那柄佩刀 满脸凝笑 一步跨出三丈远 落脚后脚尖一点 横移出去 落脚点的鹅卵石随之彻底炸裂 然后忽言恼恼歪了歪头颅 耳边立即绽放出一朵雪花 被无形琴音削去一块耳肉的忽言恼恼不怒反笑 继续前冲 冲出几步后 身躯在空中侧向翻滚 在她背后五六丈外 点熊处伸出手掌 仿佛捏断了一根琴弦 凌乱碎弦依旧在她甲皱上画出数条痕迹 点熊处不理会手心的血迹 眼睛盯着那个年纪不大的瞎子琴师 嘖嘖称奇 武将不可能是人人尽视万人敌 也不需要如此 就像点熊处公认武力超群 实则不过才跨入二品境界 但哪怕抛开她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 仅就宪政而言 恐怕江湖上所有二品高手都不如点熊处那么有杀伤力 毕竟混江湖 少有众人群殴的荒唐场景 但宪政杀敌则不然 横考究武者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的本领 不过军中武将也有一类 在奔袭北莽一役中一名惊人的徐龙相是如此 陈之鲍原左宗这些春秋名将是如此 而西蜀道上忽言恼恼和那个暂时极极无名的年轻人车爷也是如此 尤其是最后两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缺的只是一座足以让他们登台施展的巨大战场 在黎阳朝廷那边 论姿排辈 想要脱颖而出 难如登天 只能靠一个熬字 姿色仅算清秀的女子却有那种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宗师风范 哪怕面对他们这些人多势众的骄兵汉将 从头到尾 都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淡然表情 即便忽言恼恼的刀锋距离她已经不足三丈远 她的暗闲手势依然不见丝毫急躁 甚至没有去抬头望向忽言恼恼扮演 只听她一手托琴 一手张开 手心朝上 从那些琴弦下伸过 拇指中指扣住里外二弦 做单手捧水式 嗓音清淡 脸色略带笑意道 一勺水聚沧海味 一花开成天地 忽言恼恼刀尖只差三寸就砍在古琴上 在目盲琴师如花怒放轻轻松开两指之时 如不敢贪功恋战 身形骤然停止 但是仍旧避之不及 忽言恼恼的那副 精致铠甲刹那之间变化为积粉 这原猛将浑身浴血 就在此时 她眼角余光瞥见远处掉角楼一幕 一咬牙 双手握刀 怒喝一声 往那目盲女子急奔而去 薛颂观转过身 整个人第一次焕发出以命搏命的决然风采 只不过她针对的不是同样孤注一掷的忽言恼恼 而是那个飘然拦截苏苏去路的男子 从始至终 这个男子都没有将她放在眼里 她一闪而逝 就站在了一座稍矮吊脚楼的屋顶 恰好挡住那黑影和苏苏的撤退路线 薛颂观任由忽言恼恼那一刀劈在肩头 食指按弦 那男子脚下的屋顶轰然倒塌 大音息声 琴声按弦却不闻琴声 可男子纹丝不动 那些暗藏杀机的咸音就自行崩断 薛颂观悄悄叹息一声 伸出一根手指 勾断一根琴弦 朝那男子轻轻弹去 背量在一边的忽言恼恼愤然出刀 大骂道 臭娘们 敢小瞧你忽言大爷 亲手断去一根琴弦的薛颂观 依次断去其余五根 借着每次断弦威势挡下背后忽言恼恼递出的灵力五刀 可不管薛颂观如何在忽言恼恼这些鼠江面前如何胸有成竹 他与那男子的境界之差 就像是点雄处傅涛珠江与他的差距一般无二 都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手指按在最后一根琴弦上 欲断不断 而那男子凌空而立 一手抓住酥酥的尖头 一头掐住那团黑影的脖子 后者是第一次现世 是位重不过六十斤的诸如老人 薛颂观在不敢断弦 断弦之时 就是苏苏和那名蛮西老前辈的丧命之时 下一刻 男子返回美人靠廊中 将苏苏和老者都轻轻放下 似乎不像是要痛下杀手 薛颂观一脸疑惑 身形跃起 捧琴踩着一栋栋楼的屋顶飘去 他站在围栏这一头 跟那男子对峙而战 但薛颂观在清楚不过 这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徒劳之举 三个他也不是此人的对手 哪怕那位曾经给西蜀剑黄捧剑 助剑的打铁匠在此 联手那位正在装死的 三十六蛮西共主之称的诸如前辈 也一样没有意义 气态雄奇的男子 瞥了眼龟缩一团 躺在地上的老人 微笑道蒙古前辈在我这么一个晚辈面前装孙子 是不是不像话了点 那诸如老人闭着眼睛嘟囔一句 谁武功厉害谁就是爷爷 就当我这个孙子已经死了 你们别管我 被牧芒琴师气恼七窍生烟的忽颜恼恼踩着屋脊一路冲来 高高跃起 正要出刀 男子平静道 使虎儿 助手 忽颜恼恼伸出抓住屋檐 掉在半空中 一身浓重的血腥和利器 可在男子出生后 仍是老老实实收回了刀势 轻轻落在美人靠上 蹲坐着生闷气 男子看了眼女琴师 摊手示意道 喊醒他 我有话要说 薛颂关犹豫了一下 走上前 轻柔拍醒苏苏 还有些迷糊的苏苏好不容易才认清状况 站起身后 护在薛颂关身前 颤声道 要杀要寡 你朝我来 跟他没关系 躺在地上装死的诸如老人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给这么个小兔崽子当跟班 实在是丢人现眼 如果不是赵定秀那老王八千求万求 自己才不乐意出山汤浑水 当年差点就给那人猫抽金剥皮 实在是在也不想跟中原高手扯上关系了 何况这个狗屁西蜀太子也不争气 哪里像是个值得投校卖命的民主 胆子小 见识短 成天就知道瞎逛荡庄大侠 正是半点不做 得过且过 西蜀摊上这么个从北莽衣锦还乡的太子爷 还不如干脆没有来得省心省事 然后苏苏问了一个让忽颜恼恼脸庞抽搐的问题 你是谁 男子愣了一下 轻声笑道 沉枝抱 苏苏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两腿发软 好在有薛颂官搀扶着 这才没有摊在地上 春秋大战之中的小人徒 当今天子嘴中的白衣兵仙 顾建堂之后 卢白邪之前的黎阳朝兵部尚书 如今的蜀王 陈之暴转身望向山脚 淡然道 之所以不杀你苏苏 是我想跟赵定秀做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原本是北梁跟你们做的 只是我封王西蜀之后 掐断了你们之间的联系 北梁如今撑死了 偷偷给你们送些银子 一兵一甲都不要奢望穿过蜀境 既然北梁师约在前 不能怪你们违约在后 再者 你的性命都操之在我手 做不做这笔生意 赵老夫子如果在场 肯定不会犹豫 苏苏壮着胆子问道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们丢开徐凤年 按照你的意思在南兆皆干而起 说到这里 苏苏冷笑道 我呸 老子武功不计不假 却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纳命悬一线的诸如老人气得跳起来 就打赏了这二愣子一耳光 然后继续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不忘怒气冲冲道 你小子想死就去死 别连累你蒙古爷爷 陈之暴轻笑道 忘恩负义 苏苏也不知哪来的胆破 横着脖子 仗红着脸道 我不喜欢徐凤年 更不喜欢你这种人 陈之暴没有跟他计较 自言自语道 世间恩义有公私大小之分 就像这些苗人庇护你这个王国太子 是因为当初他们受贿于赵老夫子的不杀之恩 一报还一报 算起来 他们在死绝之前 都还欠你苏苏 陈之暴吩咐道 使虎儿 去杀人 杀光为止 忽言恼恼提刀纵身远去 很快苗寨中就哀嚎四起 雪光四溅 陈之暴不去看咬牙切齿的苏苏 问道 只要你说停手 我就可以让他们停手 苏苏天人交战 闭上眼睛 不敢去看那些 昨日还一起酣畅饮酒如今已是倒在雪坡中的苗人 寨中苗人轻壮已经差不多死的一干二净 接下来就会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如老人了 苏苏转过头 神情恍惚 看着薛颂官 无助问道 夫子会答应吗 木芒女琴师欲言又止 苏苏锤下头黯然道 会的 只要能复国 夫子肯定会点头的 陈之暴平静道 我答应你们 以后别的称王 唯独西蜀可以称帝 苏苏哽咽道 这关我什么事情 我从来不想什么复国 不去想那些遥不可及的王朝称霸 陈之暴笑道 遥不可及 你现在的一念之差 就多死了三十七个苗人了 而且会继续死人下去 如果说你苏苏是个扶不起的废物 不管大恩大义 那你好像连小恩小义也不顾啊 苏苏抬头怒吼道 助手 陈之暴笑了笑 无动于衷 苏苏红着眼睛冲向陈之暴 扬起拳头砸去 我让你助手 听到了没有 不见陈之暴动手 苏苏便怦然道飞出去 被削宋官暴在怀中 陈之暴抬起手臂 债中的杀戮就此停止 陈之暴眯起眼 眺望远方 言语讥讽道 如果我说 是赵定秀在一个月前就主动找到我 要舍弃北梁与我结盟 你信不信 嘴角渗出血丝的苏苏痴然道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陈之暴不去看苏苏 而是看向薛宋官 你去跟赵定秀说一声 我答应了 西蜀在半年之内会给你们三万兵马 一年内你们要么吃掉南兆 到时候再坐下来谈 要么被我吃掉 薛宋官面无表情 点了点头 他扶着苏苏离开美人靠 那逃过一劫的诸如老人 黑黑笑着站起身 拍拍屁股也要走人 结果背后传来一句话 蒙古 当年某人伴随先帝寻有鼠兆 你行刺之时 似乎骂过他一句徐瘸子 老人停下脚步 丝毫不敢动弹 甘笑道 陈年往事 早就忘了 蜀王你大人有大量 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下一瞬 陈之暴一手提着蒙古的那颗头颅 老人的那句五手身躯 则颓然倒在廊中 陈之暴将手中头颅随手抛向远方 笑了笑 陈之暴 本名陈之暴 好一个知恩图报 好